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贷款顾问的资深的一位top producer 他的名字叫做张力 非常欢迎您张力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周乐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张力在8月份呢 其实有几个7月份的经济数据都蛮重要的 请来跟我们讲一下 然后把在两个礼拜以前的礼拜五 Jackson Hall我们的联储局的主席发表的主题的演讲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也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主要现在是7月份呢 我们出来几个经济数据 首先呢失业率现在是降到了5.4 基本上还是maintain原来的level 这是连续4个月呢 失业率在6%以下 所以这是个比较好的消息 但是我觉得我们经济呢 是处于一种这个前景中的十字路口 有风险 这个风险主要我觉得认为还是通胀率 现在通胀率一直stock在5.4% 然后就现在没有什么下降的趋势 我觉得主要原因现在就是说整体来说 这个供应链还没有得到恢复 还有很多job现在没有fill 比如说现在美国统计来说 有100万个position 现在还在找员工 但还找不到 可是你失业率已经降到5.4了 再往下降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有steady maintain在这个level 所以我想这个通胀率如果下不来的话 对我们这个经济是影响很大 一般来说这个就是价格和需求量是成反比的 所以在这种价格高居不上的情况下 那整体需求量的下降 所以七月份的消费者特别是这个零售业降低了1.1% 很多 还有consumer confidence也在下降 也在下降 所以零售业大家知道占了整体经济的70% 这样的话呢 未来的 未来这个一个季度的经济 有可能就maintain 甚至可能呈现下行 但这种情况就是说 通货膨胀应该下来 可是怎么办让它下来呢 我觉得只有增加production增加产量 还有呢再让事业率降低 可是现在问题是通胀率还没有下来 长期来说呢 现在这个FED已经有可能要缩表了 这是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它通胀高的话 FED就靠缩表 虽然它说不能够降低这个短期利率 可能两年以后才降 但是缩表可能随时进行 一旦缩表 它每个月购买这个1200亿的债券 800亿的政府债券 还有400亿的mortgage-backed security 就是贷款债券 它如果把这规模降低的话 那很快长期利率就应声会上升 贷款利率上升 股市马上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通胀率 我觉得这个stabber rate不下降的话 未来经济有可能出现一种 worst case 又有通货膨胀 经济又下降 对 这种是最坏的combination 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 看下一步fide怎么做 然后我们这个8月份经济数据出来 看是不是有好转的迹象 这我们的联储局的主席 至少他说了一句话 让华尔街还有投资者比较放心的 他说他也承认通胀的率太高了 但是呢 他说也许过去说达到2%就要加息 他说他现在用别的方法来测量 是否要加息大家都安了一口心 现在呢我们还是要满足观众朋友的这个要求 就是来介绍一下现在的贷款 好的 现在贷款利率还不错 主要是最近呢 这个fide的联储局也说了 不会增加短期利率 这个缩表呢 又没有马上进行 所以在这个gap期间的利率还保持比较低倍 比如说30年固定 我们可以还做到no point no fee情况下 2.625 30年固定 15年固定可以做到2.125 甚至2.0也有 就是如果情况符合的话 所以大家如果是confirming的话呢 做一个15年固定 2.0因为您过去已经付了一些钱了 所以做2.0是非常make sense的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大的cash out的loan 可以最多到5个million 500万 没有任何限制 只当然是都要查收入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最近做个case呢 当然他没有拿到500万 他只他只需要200万 他的房子是300多400万 他做cash out 把钱拿出来以后 在外州买了4个rental property cash 然后每个rental property 给他带来3600块的这个rental income 所以他就差不多一个月就1万5千块 almost why Jordan income property也这么棒了 这是additional income 而且property tax也比较低 所以这些就是cash out 现在有这个好处 因为买别的投资渠道 都是存在比较大的风险 我们还有一些program 针对这个收入 比如说收入不够高 还有就是这个首付不够的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 我们可以做到 比如说你买个房子100万以下的 放5个percent 10个percent 没有PMI 而且利率都在三以下30年固定 都是很好的rate 也可以啊 也可以 5个percent都可以 对 5个percent 那对于有些还有 有些这个朋友买房子 如果他收入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把他那个debt to income ratio 提高到50% 那外边银行一般都43% 所以这个又增加了差不多20% additional贷款的能力 特别是有些朋友就说他就是不够怎么办呢 但是他有些资产 比如在股市上 他股市上的钱他不想卖掉 因为股市还是不错的 对 那我们可以把他股市的balance convert成income 就把他现有的income 再加上股市这部分balance convert income 这样的话 他的debt to income ratio 就低于43%就能做了 特别是我们最近做的case呢 他从他自己房子里cash out出来 1.5个million 他账上有5-6个million的这个股票的balance 然后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个cash out refinance 还不到3% no point no fee 他自己没有其他的收入 只有股票而maintain这个收入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one stop shopping 各种program都有 从A plus的这种收入的情况 到不差收入的情况都有 所以任何一个朋友 特别是还有你要买房子的话 需要做这个pre-approval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underwriting的pre-approval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 因为现在还是在抢房子 虽然现在房地产稍微冷却了一点 但是抢房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no contingency alone cash 没有 contingency就跟cash差不多 你如果贷款中间出现问题 那你3% deposit就有风险了 所以经过我们underwriting的 基本上就100% guarantee 是是 这个风险就非常低了 是 那您觉得15年固定 也没有费用的这种program也很好吗 也很有善吗 对15年固定对于小额的贷款 conforming high balance都可以 你像我们high balance 比如说您的贷款60万70万 我们可以做到2.125 那小额 比如4剩50万 我们可以做到2.0 因为这个loan呢 loan mount不是很大 所以虽然15年配本高一些呢 那你长期来说能省很多利率 因为30年跟15年利率 毕竟相差了差不多0.625 0.5到0.625 好多耶 long term来说还是能省很多钱 对 好感谢张力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真的就了解了现在9月初 美国的贷款的利率了 那我们到下次见到张力的时候 就要给我们做今年一年的分析 还有明年的展望了 好的 谢谢 观众朋友要贷款 请找张力 现在这边电视上面就有 张力的联络的电话号码 非常感谢你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